新冠症状与普通感冒的区别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凡娜 西岩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科主治医师 是这样子 因为普通的感冒 大部分是由鼻病毒 呼吸道荷包病毒和流感病毒感染导致的 而新冠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 它的病原体是不一样的 在症状上来说 普通的感冒主要是发热 乏力 肌肉酸痛 或者是咽痛 咳嗽为主要表现 然后新冠其实早期的症状 和普通的感冒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 但是有一些比较重的病人 他会迅速进展出来一个进行性的呼吸困难 然后甚至发展到呼吸衰竭 那这个时候 我们在早期的症状相似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办法明确地鉴别 那就需要尽早地到医院 然后进行一些病原学的检查 或者影像学的检查 来鉴别他的普通的感冒 和新冠的感染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